但是就非常可惜 为什么我找不到那些东西了 没有好好的把它保存下来 不然真的是一个很珍贵的东西 拿去卖一定卖很多钱 嗨 Vogue 我是苏惠伦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我的十首人生歌单 这首歌是秋秋合唱团的 就在今夜是1981年发行的 我记得那时候是在我小学的时候 我在电视上面听到了这首歌 那时候我简直就是很惊艳 然后对于当时小小的我来说 我真的整个人是被这首歌吸住了 怎么会这么好听 然后这个人唱歌的嗓音怎么会这么特别 让我脱离了当时可能人生里面只有耳歌啊 或者是卡通主题曲啊这样的 就是打开了我对音乐的这个耳界 有一次上一个电台节目的时候 我还特别的模仿那个娃娃姐 金智爵的嗓音唱就在今夜 没有要唱 这首歌是李宗盛大哥的歌曲 17岁女生的温柔 当时我在念华杠益校的时候 我有一个修的课程叫做电影导演 当时的老师是柯一正导演 那时候呢他就给了我们一个作业 独立拍摄一支MV 这是我们的作业 我就选了这首歌 因为可能刚好当时我的年纪 差不多也是17岁吧 然后就自己从找同学来当演员 然后自己去租那个摄影机来拍摄 那摄影机是很重的 跟现在摄影机完全不一样 真的就是那种很大一台黑色的 袋子还是那种什么βetacam那种 但是就非常可惜 为什么我找不到那些东西了 拿去卖一定卖很多钱 没有啦乱说 接下来介绍这首歌曲是 欧阳飞飞的《逝去的爱》 对当时的我来说 它都已经算是一个很有 复古感觉的一个歌曲了 那为什么选这首歌呢 因为这首歌是我在当歌手之前 唯一的一次试音 然后选唱的歌曲 当初试音完之后 那个时候的经纪人就决定和我签约了 所以我只有适应那一次 我想应该是当时想要让他们觉得说 我不是一个那种很甜美 很可人的那种小女孩 很可人的那种小女孩这样 就是要很细腻的 然后稍微成熟的 情感很丰富的那种Vocal去表达 所以那时候就选了这首歌《逝去的爱》 它的声音是很低纯很有词性的 所以我可能那个时候其实是想要走这种路线吧 但是如果大家记得我的第一张专辑 《追得过一切》的话 《追得过一切》 是不是差别很大呢 完全不一样 接下来介绍这首歌是阿姆 Eminem的《The Real Slim Shady》 我之前有去Boston游学 那时候进到唱片行动 我就发现排行榜 店里面播放的歌 都是刚好是阿姆的那张专辑 然后我就觉得 哇 之前对嘻哈是没有感觉的 就是这样子的节奏跟音乐 我是没有办法触动到我的 也许也跟当时的那个环境 跟心情有关系 我就听到这个歌 我就觉得哇 原来嘻哈也可以这么好听 我觉得它很自由 然后呢 它的歌词是比较没有格式化 它的确是有一种反叛啊 叛逆的那种性格在里面的感觉 然后我也欣赏大家现在用 这样子的一个音乐类型 去表达自己的内心 去表达自己 可能对这个世界的抗议 接下来这首歌是 Coplay的《The Scientist》 Coplay是我的爱团 他们很多首歌我都很喜欢 我相信很多人也很喜欢 他们的音乐 它的旋律很美 加上它的歌词写的 我觉得很有诗意 那虽然它是在讲一个人 好像看似遇到在感情里面的一些问题 但是其实有时候想想 我们在人生里面 我们真的很多事情 我们没有办法靠理性的思考 就可以得到答案 在人生碰到一些关节处的时候 我觉得这首歌就是会给我一些提醒 接下来要介绍的这首歌是 杨乃文的《星星堆满天》 其实我以前有一段时间 很喜欢很喜欢去唱KTV 就是喜欢到人家都会质疑我说 你又要去 你不是工作就是在唱歌吗 你为什么还要去KTV唱歌 不一样啊 因为唱自己的歌 就是比较像是在工作 所以我去KTV都会选唱人家的歌 而且有时候就会特别选唱一些 除了自己喜欢 有时候还会选唱一些觉得 可以挑战看看的歌 因为乃文是摇滚女王嘛 唱歌的power 你知道就是要很爽快 星星堆满天 就是要这样的感觉 我怎么就唱出来 接下来接下来接下来的这首歌是 Nellie Furtado的《One Trick Pony》 我选这个歌是因为我真的很喜欢这首歌的编曲 然后它的节奏性啊 编曲啊 音色啊 就是很有那种异国情调 I am not a one trick pony I am not a one trick pony 那这首歌是在我有一阵子就是工作很满很忙 然后压力很大的时候 就是会想要听这首歌 那听到这首歌对我来说就是可以振奋自己 很有热情 然后很有生命力 某些歌曲我想你们一定也有你们心里的某几首歌 就是在你们人生的某一个片段 它就是陪伴你们度过那个时期的那个歌曲 融合成一段不可望的记忆 接下来要介绍的借首是John Mayer的《The Heart of Life》 这首歌呢是我在婚礼上有选的其中的一首歌曲 它的旋律就是还算蛮轻快的 然后它的编曲其实不复杂 就是吉他这样子 就是会让我听起来就是有一种很有爱 然后很温暖的感觉 这样我就觉得 诶 这样子的歌放在婚礼上面是蛮适合的 爱其实有时候就是一切事物的本质 也有人说婚姻呢 是爱情的坟墓 所以当这两件事加在一起的时候呢 其实它就是一场修炼 接下来要介绍这首歌是爱怡良的《我这个人》 这首歌它就是让我觉得它好像有一种直击到你的灵魂 自己会去剖开自己的内心 然后就会发现 啊其实里面好像有一些那种隐隐的被藏起来的寂寞啊 然后那种孤单的感觉啊 然后就被勾出来了这样子 听到这首歌的时候 我真的有起鸡皮疙瘩的感觉 就是啊 怎么有一个这样子的歌 然后它的旋律 它的歌词 就是真的讲到我心里面被隐藏起来的那个部分 有的时候就是觉得有一些歌就是可以很深深的 就是好像就是在你的心里这样刻痕 有那样子的一个记号 我觉得这首歌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能力的一首歌曲 接下来要介绍这首歌 《面面》这张专辑 我的歌曲叫做《真面目》 其实在发《面面》这张专辑的时候 我已经大概隔了13年没有发新的专辑了 所以我觉得《面面》这张专辑 就是很能够符合我现阶段的身份 跟我的一些心情 已经是成人的我们 在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 我们每一种状况可能都有一种不同的面具 不同的身份有不同的面具 适时的去伪装 我觉得是一种保护自己 它并不见得是一种 我要去假装什么这样子 真正的能够诚实 面对自己 面对一件事情的时候 其实你会产生一种无所畏惧的能力 好 以上就是我的十首人生歌单 希望下次还有机会再介绍更多的歌曲给你们 下次见啰 拜拜 以前啦 有一段时间好喜欢吃波士顿派 里面那个奶油 所以那时候去波士顿的时候去发现 人家根本没有波士顿派这种东西 我找不到 在当地根本没有 所以它到底是哪来的 为什么叫做波士顿派呢 现在是什么 近的